美国总统川普的医生星期五宣布 川普的健康状况非常好 此前川普进行了将近一年前宣誓就职以来的首次已知的体检 吉克逊在一份地交给白宫发言人桑德斯的声明当中说 总统今天在与尔德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的体检进行得格外顺利 总统的健康状况非常好 他期待着星期二就此作出一些详细的说明 体检是星期五进行 川普在城楚海军陆战队一号 总统专用直升机返回附近的安德老师 联合基地之前在直升机旁是与医生握手 吉克逊是一名军医拥有海军少将的军衫 美军少将按资力分为资深二升和之前一升两级 吉克逊是一升相当于其他军种的准将 2006年当时在伊拉克服役的吉克逊医生被调入 小布殊总统的白宫成为总统医疗队的成员 他后来担任奥巴马总统的首席医师 川普总统入主白宫之后 吉克逊成为他的首席医师 川普总统在玉尔特里德医疗中心 花了三个多小时的时间 体检结束之后 他向大约50米外的记者揮手致意 但他没有说话 鉴于总统受到联邦健康隐私法的保护 因此公开哪些资讯 将会取决于川普总统本人的决定 他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